世界上最隐秘的职业都有哪些呢 神秘的剑黄石 令人羡慕的酒店嗜碎师 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来给大家讲讲 那些你想象不到的隐秘职业 全程高能颠覆你的认知 一 酒店嗜碎员 国外一维尔酒店豪华大床的测试员 陈透露 自己每个礼拜都会去制定的豪华酒店嗜碎 一年下来工资有六万一宝 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五十四万 高收入高享受 躺着就能赚钱 这绝对是你对酒店嗜碎员的认知 但其实酒店嗜碎员并不是单纯的睡 他们真正要做的是测试一张床的 舒适度 耐久度 清洁度 还有酒店的整体体验等等 而要当上嗜碎员也不简单 要身体健康 自己的睡眠质量好 另外还要精通各口的语言 有一定的技能 知识等等 你达到这个要求 二 文辟师 只需要靠文辟就能年轻几十万 听起来十分让人羡慕 但这绝对是你不敢尝试的一个字眼 因为你的工作任务就是文辟 听起来十分的恶心 但其实这个职业是为了判断患者的状况而存在的 文的也只是患者的屁 需要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18到45岁之间的健康成年人 最重要的是鼻子必须灵敏 这一点想必很多鼻炎患者就望而却过了 但除了这些 还有更让你想不到的职业 在后面 健黄师的工作内容有多刺激 你知道吗 世界上最隐秘的职业 三 健黄师 你是不是以为建黄师的工作内容 就是待在昏安的小房子里边 打开电脑就看片 从早看到晚 光是想一想这个工作内容 就让人精神亢奋 而且建黄师的薪水还贼高 2013年曾有一个调查显示 建黄师的年限达到了20多万 所以很多人都憧憬建黄师这个职业 但你要这么想就大错特错 虽然看片少不了 但建黄师可不是单纯的看 而是要见 当上建黄师之后 你要看的不只是影片 还有音频图片 一天下来你要鉴定千部视频 上千条音频 再加上上万张图片 你需要进行分类 对色情 暴力 血腥等画面 进行审核和删减 刚开始你确实会精神亢奋 但很快你会备受折磨 你的眼神 大脑 还有你的肾都会顶不住 而且建黄师看的不单纯是带颜色的内容 还有很多重口味的东西 慢慢的看片就会变成了折磨 很多建黄师都会出现心理疾病 有的建黄师还会把身体搞垮 而且当建黄师也并不是人人都可以 首先就要了解世界各国的 淫秽色情信息的认定标准和相关法律 还要有鉴别和审核能力 所以对学历也有着要求 更重要的是 现在大部分的建黄师都在边 要当上建黄师那是相当不容易 那么除了建黄师世界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职业呢 六大最隐秘的职业是陪睡师 你没有看错就是陪人睡觉的工作 但你千万别想歪了 真的是单纯的陪人睡觉 所以这个职业还有一个更高大上的名字 叫睡眠治疗室 这个职业最开始出现在日本 有人发明了这个职业帮助失眠的色畜入睡 睡眠师会在睡觉的时候用拥抱或者是ASMR来哄客户睡觉 他们有非常坚定的职业操守 只会赔睡绝对不会发生其他的关系 五桌奸人 说好听点这个职业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叫私家侦探 相信很多人在电视剧中看到过这个职业 其实现实中也有 有桌奸师曾透露自己接一次委托就能赚4万多人民币 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替委托人收集出轨的证据 然后拙接6 宠物食品试试员 这是国外的一个新型职业 他们的要求就是品尝猫狗粮 从气味口感营养成分来派断一款宠物的粮食的好坏 据了解宠物食品试试员的年薪高达了50万人民币 是绝对的高收入之一 但是要干这一行也有很高的要求 除了嗅觉味觉灵敏以外 还要经过严格的培训 你有兴趣去试试吗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实行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 中国建那么多房子到底卖给谁呢 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中国总人口比前年减少了208万 每年的新生人口都在持续讲 但全国的房地产的投资依然在继续 2023年全国房资产资产金额高达110913亿元 人口减少了 盖那么多房子给谁住呢 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给大家讲讲建房子的这些事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2023年的中国到底盖了多少房 据2023年年末的数据统计 这一整年下来 全国盖的住房面积有58万9884万平方米 除了住房的面积以外 还有企业房面积达到了83万8364万平方米 在这么庞大的建房数据面前 不止普通老百姓在疑惑 这么多的房子谁住的过来 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据2023年的5月份的一个调查显示 全国28座城市的平均空房率达到了12% 就算是一线城市空房率也达到10% 一年下来有数万套房子卖不出去 但真正空房率高的是三四线城市 当初随着城市的进步开始大规模的建房 但是年轻人都往更发达的城市去迁徙 导致房子根本卖不出去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正题 既然空房率这么高 国家为啥还要一直盖房呢 人口一直在降低 国家为啥还要盖那么多房呢 有专家陈预测 如果中国人口一直降低 到这个世纪末的时候 全国人口可能会减少到10亿 但是中国盖的房子确实越来越多 盖那么多的房子没人买 这不是亏本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 近几年房地产确实不理想 但并不全是人口降低导致的 真要说起来 国家建房子也并不全是以人口的增减为标准 所以并不只是人口增长了才能建房 建房子需要考虑的是人口的流动 一个城市的发展 进度 经济实力 政策环境的变化等 这些条件全都综合起来 才会彻底的影响建房市场 这么说可能很多人还不懂 那么老黑就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 虽然全国人口在下降 但是某个城市并没有 这个城市不管是经济 还是人口都在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 老百姓依然有买房的需求 所以这个城市就需要不断的建房 来满足人们对住房的期望 另一方面来说 不只是本国老百姓对住房有需求 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 很多外国人也会选择来咱们国家买房 所以建房也是一种体现国家实力的表现 但是也有人说 现在很多人宁愿租房也不买房 所以盖再多的房子 以后还是没有人买 真的会是这样吗 中国盖这么多房子卖给谁 首先大家来跟老黑看一组数据 2023年全国租房子的人数达到了2.6亿人 而2023年卖数据的房子只是有37万套 租房子住的人远远超过买房子住的人 而在买房子住的人里 30岁以上的人占比更高 这就是现在国内买房的现状 国家盖这么多房子 虽然不是没人买 但买房子的基本上都是80后90后的那一批 他们这个年龄为了成家立业所以不得不买房 但对于更年轻的一批人来说 他们完全没有买房的想法 对于老一辈来说 有房子才能成家立业这么一说 大部分年轻人也已经不那么认同了 他们宁愿选择租房子住 因为租房子住更加方便灵活 可以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不受局限 而买房子只会让他们背上更重的负担 在他们看来买房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 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因为根本没钱买 租房子不需要花费太多资金 不仅如此影响房子过剩 还有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人口老龄 老年人越来越多之后 他们会特别渴望落叶归根 在城市里买的房子 就自然而然的留给了自己的儿女 这样的话 以后大部分年轻人都不需要买房 房子只会越生越多 如果是你 你想买房子还是租房子呢 我是老黑你不知道的小知识 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区实行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